如果上禮拜三來的時候 大家還記得嗎 我們說這個盤就是在跳恰恰 近二退一 所以上禮拜本來一度 有接近這個一萬五 那一萬五因為這個整數關卡 近關情確 所以後來這幾天稍微有點拉回 不過這幾天基本上量都是比較縮一點 所以等待這個聯準會 今天晚上大概凌晨 應該是這兩天凌晨會公佈這個升息 那其實市場不是怕利多或利空 市場怕的是不確定性 那現在其實市場對於這個升息 大概預計了 我們以機率來看的話 這個是截至上個禮拜週末為止 大概升三碼是80%的機率 應該沒有意外的話就是三碼 然後九月接下來還會升 現在比較高的機率是升兩碼 機率大概是53% 所以其實現在市場還是存在一個 所謂資金緊縮的狀態 也就是說台股從低檔區 房談一千點之後為什麼我們上週三來告訴大家 如果你要買股票 你也不用太心急 不要覺得啊彈了一千點 我都沒股票 還是說我之前剛好這個低點在擊殺的時候 我不小心賣掉了 是不是要急著買 先不用 因為現在第三季呢 大概還是屬於一個調整期 那我們是慢慢看 慢慢挑 慢慢選 選到今年下半年有成長的 再來慢慢逢低進場就可以了 OK 那但是呢 現在還有一個消息 我們看到這個股市當中 大家比較樂觀的消失 是覺得很快又要開始降息了 對不對 還是說我們現在想太遠了 應該是說現在市場已經有人預期了 因為現在景氣確實了 有一點點這個受到烏二戰爭 還有通膨的影響 或許明年可能這個經濟就會比較不理想 所以現在市場已經有人在預期了 明年可能會從升息轉為降息 大概在這裡 這邊就是在零週以下 這負0.02就代表明年可能會轉為降息 那比較快的時間點呢 可能會在明年的上半年 有人說第一季 也有人說可能下半季才有機會 不過從這個機率來看的話 大概明年上半年應該是有機會 變成一個降息循環 那這代表什麼意思呢 代表呢 資金的水龍頭又打開了 因為為什麼今年年初開始 明明這個大盤也好 或者說經濟還很熱絡 怎麼突然這個股市呢 台股就從一萬八千六千 殺破一萬四 其實一剛開始 就一個非常重要的前提 就是什麼 資金的水龍頭關起來了 聯準會去年底就說 我要升息 然後呢 我還要縮表 其實那個時間點就告訴我們說 市場的這個油資沒有這麼多 其實有一些股票就要開始進行修正 那如果又回到升息的循環 代表這個資金呢 又開始寬鬆了 是 但接下來呢 那到底我們要怎麼樣預期 我們現在這個 大家說這個進一退一的跳恰恰嘛 然後呢 這信物哥又講說 接下來可能水龍頭要打開嘛 那我們現在到底要怎麼看這個市場 接下來的預期呢 對 那我這邊有一份研究報告 我認為他做得非常好 也跟我預估的這個盤差不多 所以把它拿來用 你可以發現 我們現在大概在這裡 在這裡 你看他這邊一個分隔線 就是第四季 第四季 那現在呢我們是處於經濟呢 成長趨緩 甚至有可能變衰退 然後呢 股價本來年初就開始修正了 股價一定是比經濟少修正了 修正修正修正 然後呢 股價呢 現在在這個位置去打底 然後重點呢 這個打底 除了說股價已經經過一番的一個大幅度的下修之外 還有一個重點就是什麼 這邊字比較小念給大家聽 叫做升期的預期開始轉向 那九月開會的時候呢 其實大家有人預期說 是不是聯準會就會開始試出一些 對於年底或者說 明年有可能開始這個放鬆 這個升期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如果說九月有能夠試出這樣的訊息的話 我覺得啦 比較有可能就是第四季 整個大盤呢 回升的速度呢 有機會會快一點 所以第三季為什麼你再強調大家不要急 因為其實現在很多的電子產品 特別是消費型電子 因為他還在庫存的調整期 所以如果你看到反彈一千點 就急得跳進去的話 其實有的時候 特別是一些法說會開完之後呢 如果不如預期的話 有可能是會被燙到的 所以這個幸福哥你說 我們如果是這樣一個循環的話 現在我們大概走到這裡 對對對 那也就是接下來第四季 可能還會有一個往下走 可能這裡還不是 我覺得應該在第三季 第四季的交接處啦 大概就可以看到這個 因為我們現在已經看到了 通膨是不是要開始下來了 六月已經來到九點一嘛 現在七月會下來 然後慢慢後面可能經濟的一些訊號 就是說呢 可能比較差的數據呢 慢慢可能遇到比較高的機器之後 這些數據會慢慢開始下來 所以我要問的意思就是 現在還不是底對不對 我應該說再打底 但是你說這邊還要再像之前一樣 這邊大盤再疊個三四千點 我認為機率去不高的 所以呢差不多這個地方 那可能再跌也不會到很恐怖 也不會到很恐怖 但是有一點在這個晃晃晃晃 然後到了第四季 明年他才會慢慢開始往上走 這樣對不對 要等那個聯準會再持續把水龍頭打開嘛 對不對 那於是重點就來了 那現在我們手中持股怎麼調整 我這邊有給大家四個關鍵因素 大家看一下你手上的持股 不要說好像我套牢 我就不想管他不想看了 其實這樣也不對啦 不能當那個鴕鳥 遇到危險就把頭埋在沙子裡面 這樣也不好 最好的方式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我們剛剛前面講 第三季還是一個調整期 所以他是一個L型復甦 不是B轉也不是U轉 個股表現 再來我們就是看說六月營收 因為我們知道很多公司 六月營收年增率已經開始轉為負的 所以你可以看一下你手上的股票 六月營收是不是還能夠維持雙成漲 就是年增加月增 還有電子庫存的調整 這個修正其實主要還是集中在消費型電子 有什麼面板NBPC手機這些 所以如果說你手上有這些相關的個股的話 最好逢上檔的壓力的區 你可以做一些太弱的流暢 然後再來就是觀察法人籌碼的變化 不管是外資或投信 如果說有在股價擊殺一段之後 他在低檔區開始回補 那你手上的這些個股 他的籌碼就會相對比較好一點 OK 那我們要舉幾個例子對不對 來我們先看看今天這個交出的非常漂亮的成績單 是ABF的星星 對那其實昨天開完法說回之後 公司給出的財報 上半年財報真的不錯 而且上半年就已經賺贏去年一整年 而且他還強調說我對於產業情景看法還是不錯 還要加碼這個資本支出 所以今天股價其實盤中也有不錯的表現 我們來看一下股價的表現 其實之前跌的很低喔 之前被這個投信狂買 對對對這邊其實這一段是投信砍下來 之前其實大盤在跌的時候 他還算撐的還不錯 最後一段是被投信賣下來 不過最近 投信似乎也有在低檔區開始做回補 那你數字開出來比大家預期的好 那當然股價呢 今天反彈也是有他的道理在 可是我們可以順道看一下3189的景碩嗎 因為昨天景碩也是數字開很好 結果昨天你看長黑K棒 所以今天大家不太敢買星星是那樣吧 應該這麼說 因為昨天盤也不好 昨天盤點100多點 所以有時候盤不好的時候大家會覺得數字好 那沒關係嘛 可是盤不好我先賣再說嘛 所以昨天股票要漲 也要天時地利人和 對對對對對 所以他即便他的這個公布的數字很漂亮 但是他昨天盤大盤不好 所以就倒楣 一定長黑K棒 可是你看他今天也漲回來了 今天漲收盤漲了5% 幾乎把昨天的黑K棒已經高點快回來了 真的喔 所以今天星星是比較正確的反應 對不對 就沒有受到大盤的影響 OK好 那我們來繼續看看 那旺宏呢旺宏則是告訴大家說優於預期 對 其實他上半年加起來就賺了超過三塊錢 那他下半年也講說 因為車用跟公控 其實大家可以發現這一連轉法說會開下來 包括像台積電 包括像昨天的這個旺宏都是在講說 我雖然消費型電子產品是衰退 手機啦什麼那些都消退 但是呢 我如果有車用 我如果有公控的這個領域 其實他可以彌補 我在消費型電子產品上的一些這個損失 所以上半年還是3.17 所以他今天一開盤的時候非常強 看一下旺宏的股價 這一段前面一段時間也是跌很深 不過今天比較可惜 他開盤開太高了 所以變得呢 他有點震盪 而且是收黑K 不過今天這個量整體來說的話 他尾盤還是收漲4%了 就是說他開盤的時候開太高了 變成說呢他收盤的時候變成是黑K 為什麼會有這種開太高的問題 應該說 他大看好就衝進去嘛 之前大家可能覺得整個電子業不好 甚至記憶體都不好 沒想到旺宏開的數值這麼漂亮 大家有點被驚訝到了 所以一開盤的時候就一開始開很高 但是盤中間不是急殺嗎 那急殺之後呢 後面尾盤才拉起來 同時其實他收盤也收不錯啦 漲了4% 至少是漲了 沒有被賣到黑對不對 好 那麼這個是我們看到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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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